统一与分裂 中国历史的启示 作者葛剑雄 第二章 分与合 三国演义开宗明二地写道 话说天下大势 分九必合 合九必分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 统一与分裂交替出现 然而仔细统计一下 他们各自所占的时间 其结果令人堂目 历史上的中国 既然要说分与合 即是统一与分裂 就得有一定的范围 要不就毫无意义 我们既然要说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 就先得说清楚 历史上的中国有多大的范围 但这一点并非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 因为中国一致的意义从古至今 已经有过很大的变化 它所指的范围自然也完全不同 国与中国 根据于省吴先生在 识中国一文中的论证 中国一致 至迟出现在西州初年 目前所见到的 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证据 是1963年 在陕西宝鸡甲村 出土的一口何尊 上的冥文 冥文写道 为武王既克大一商 則停告于上天若 如其扎之中国 自知辟文 即周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以后 就举行了一个庄严的仪式 报告上天 我已经具有中国 自己统治了这些百姓 冥文的前面还提到 为王初遷 摘于成洲 福品武王礼 可见是周成王时的记录 在上书的指财一篇中 也记载了周成王追述往事 王天记负中国 闻月缺疆于先王 由于上书中 不少内容是出于后人的追忌 又经过很多人的整理 甚至散改 往往被弄得真假参叛 有了何尊明文 这件物证 子财上的话 就完全得到了证实 可见在周武王和他的儿子周成王时 的确已经使用中国一词了 关于周武王 灭伤的确切年代 学术界还没有一致的说法 但一般认为 是在公元传十一世纪 这样看来 中国一词有三千年的历史了 当然 可能在周武王之前 就已经有人用过 或者已经出现了 但即使有 也不会太久 因为在商人使用的甲骨文中 还没有发现过 国或 与国相通的 或 两字 中国的本意是什么呢 这还得从国字说起 国与或 自相通 或者 的话 原意是指成 一 当先文恩 農业的发展 而定居下来以后 从部落首领的居住地为中心 逐渐形成了初期的居民点和城市 城里称为国 城外 近处就称为交 住在城里的人称为国人 郊外的人就叫做交人 开始时 国的差别并不大 但以后的国发展较快 有的 则已经扩展到原来几个国的范围 于是大的单位就被称为邦 小的单位称为国 再往后 由于一位首领或一个宗族 已经拥有不止一个城 一 即不止一个国 因而 就将其主要的 或首领居住的城一称为国 这也就是以后 将都城称为国的来历 正因为一个国 不过是一个部落 或一个宗族的聚居地 所以一般范围很少 大的也不过相当于今天一个小院城 小的大概只等于一个三家村 由于绝大部分国人也得从事农耕 国中也包括大片农田 所以一个国的范围比单纯的居民点 还是要大摄 可以想象这样的国的数量必定很多 相传大雨召集各国在逃山 据说参加并表示接受大雨领导的万国之多 当然万并不是实数 但数量一定也不少 到双朝一位君主 湯的时代 已经减少到三千多个 周武王出兵攻打双咒时 双咒王到达蒙尊时 原来归属于商的国 史称诸侯 实际是用了以后的名称 有八百个投向周王 到周武王灭伤后 分封诸侯 据说还有一七七三个 西走时 周王被称为天子 由他分封或得到他承认的国 称为诸侯 但无论天子还是诸侯 他们居住的成一都是国 既然同时存在那么多的国 在明清上就渐渐产生了区别 天子所住的国 处于中心 中书地位 理所当然地被称为中国 前面提到周武王灭伤后 认为上天将中国交付给了他 就是因为已经佔有了伤的经师 诗经大雅中的文奴偏忠 为此中国二须四方 为此经师二须四国的诗句 很清楚地说明 所谓中国就是指经师 中国的抗大和变化 最初的中国只指周王所在的圆 及其周围地区 灭伤以后根据周人的习惯 将原来的经师 即印跟河南安阳市 一带也清中国 到周城王时 周王的弟弟 周公诞主持 抗建了乐一 清城周 将商的遗民 千来集中居住于此 又在附近触黄城 即今河南 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 千来周人居住 作为周的陪刀 容易控制东方 乐一既居陪刀的重要地位 由围于天下之中的交通疏流 也被称为中国 这说明 中国的概念 开始由唯一的政治中心 扩大到了地理中心 公元前771年 即周休王11年 犬庸 即关中西到关中西部容人的一知 攻入古经 杀了周休王 犬庸虽然暂时退出了古经 但随时威胁着周人 第二年 休王之子平王千都乐一 周人大多千平王冬千 封稿一带都给容人佔了 自然就丧失了中国的地位 而乐一及其周围地区 就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 当时巡人的首领商工 曾出兵救州 又护送平王冬千 被平王封为诸侯 平王还造了一个现成的人情 将已被容人佔领的旗 即今陕西旗山 沿东北 以西的地方封吸了秦商王 愿他们自己从容人手中夺取 还答应了只要秦人能夺回封稿 也归秦国所有 以后秦国果然夺取了关中 但却并没有随之成为中国 东千以后的周天子 已丧失了往日的权威 政令所及不出王姬的范围 不久就到了明存实亡的地步 不得不依靠有实力的诸侯来扶持了 与此同时 几个周王近知中族的诸侯 和地理位置居于中心的诸侯国 凭借有利条件迅速强大起来 他们吞并了周围的小国 成为拥有十几个 至几十个成一的大国 如论国此封的国君 是周孙王的同父二母弟弟 同时只有一个郑依 即在今陝西华院 三十多年后 郑桓公东千至今河南新郑 迎阳之间三年后 即周平皇二年 前七六九年 灭了伦国 即在今郑园西北 在新郑 即今新郑园建都 二年后又灭了东劣 很快就成为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 这些大诸侯国实际上 已取得了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地位 他们的国都也称中国了 在诸侯国的内部 国都就等于周天子的京师 嫌疑就是国中的中国 就这样春秋时期的中国 已扩大到周天子的直属区和晋、郑、宋、老、惠等国 大致相当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山东西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中国的范园不断扩大 如齐国虽是大国 地理位置却并不在中心 齐换工时取得了诸侯霸主的地位 打出尊皇让儿的旗号 多次出现维护周天子的利益和诸侯国间的秩序 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 自然应该进入中国的行列了 春秋时的中国还具有民族意义 愚蠢国不仅已从容人手中夺取了封、稿和周人的发尚地周园 而且向西征服了容人角度 其势力以足以与晋、郑等国抗衡 这样一个大国又占有原来的中国 照理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中国了 但由于秦人出于东移 又长期处于容敌之间 因此在春秋时代 始终被中国的诸侯看作疑敌 制不尽中国诸侯汇盟的圈子 又如楚国在西周初就被封在京盟地区 与中原的交往不多 自然也以蛮夷自居 春秋时楚国意非常强大了 公灭了周围不少小国 还多次出兵中原 威胁郑、蔡等国 但楚国非但没有因为实力强大 而被承认为中国 还被称为与北方的敌 都是van天为止 一样危害中国的男� 所谓灴湃 unquote 谷佛镇塞的行动 避看成是与敌人灭经 为相呼应 对这样的形势 春秋公阳传的作者经呼 疑敌也弃病中国 难以与不敌交 中国不拙弱线 解作疑和敌严重地危害中国 北边的敌人与南边的疑人相呼应 中国的命运就像一根线一样维持着 齐桓公救助京、惠、郑、蔡的行动 被称为救中国的王者之士 受到高度赞扬 孔子提到辅助齐桓公的管纵时 也极口称重他的人 说未管纵 吾其避法 左任矣 解作 即没有管纵 我就得披着头发 坦路左臂 作疑敌的服饰了 可见中国的标准 有着极强的民族界限 在民族标准中 文化比血缘 具有更重要的作用 如吾国的国军出于太白 而太白 則是周武王的先人 古功的长子 论血统是最尊贵的 但太白到了江南后 民生断发 完全服从当地经盟的习俗 当了经盟的首领 燕国的始祖 趙公与周国属姬姓 在周成王时 曾与周公享有同样地位 以闪为界 或分两人治理的范围 但燕国四周 亦是熔敌的天下 其实民宗可能也有不少熔敌成份 所以在春秋时 吾国和燕国 都被排除在中国之外 到了战国 小国已被灭得差不多了 余下的七雄宗 齐国本来就是中国 韩、趙、魏是从进国分出来的 自然继续为中国 秦、楚、燕三国 也被承认为中国了 随着这些诸侯国 姜域的抗展 中国的范围也越来越大 例如秦国灭了巴、熟 姜域向南 扩大至四川盆地 秦国还向熟地大量移民 巴、熟成了秦国的一部分 又有来自秦国的移民居住 就取得了与秦国一样的中国地位 到战国后期 中国的范围向南 已到达长江中下游 往北已接近阳山、燕山、西面延伸到龙山、四川盆地的西元 秦汉时代 原来的诸侯国 都已包括在统一国家的疆域之内 秦国的归地 已不仅是中国的一部分 而且为何流域的关中平原是首都所在 更是中国中的中国了 而且从理论上说 秦汉姜域中的大部分都可以算中国 虽然存在统一国家的形成 疆域的扩大和经济文化的发展 中国的概念 实在不断变化和扩大的 一般来说 一个中原皇朝建立后 它的主要统治区 就可以被称为中国 而它所统治的边缘地区 以及统治范围之外 就是疑的盲 就不是中国 中国之争 正宽因为中国的概念是变化的 甚为是不固定的 所以始终是模糊不确切的 即使在中原皇朝内部 人们也可以把其中 比较边缘偏僻的地方 看成为非中国 由于没有明确的标准 人们往往只是根据习惯 所以不仅不同时期 有不同的说法 就是在同一时代 说法也会不一样 有些地区已经归入中原皇朝的版图 经济文化有了一定的提高 自以为可以摘身中国料 可视在老牌的中国看来 它们还没有称为中国的资格 以后它们被承认为中国料 又有相对落后的地区 被看作为非中国 在西汉时代 今年四川盆地的汉人聚居区 对周围少数民族地区 早已以中国自称了 以中国自居了 因为从战国后期 归入秦国至此 已有百余年时间了 这七汉人 又大多是关中或中原移民 或其后裔 可视在关中平原 和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们的眼中 四川盆地区 还没有称为中国的资格 今天的江西湖南 那时已非正式 那时已正式设置了郡縣 是汉朝疆域的一部分 却还没有被一般人当成中国 到了唐宋时代 江西湖南的大部分 早已被人们接受为中国了 但偏僻的山区 和少数的民族聚居区 却未必能享受这一殊榮 到了明朝 江西湖南称中国 就不成问题了 但云南贵州一带 还被当作非中国 中国也是一个文化概念 并且始终有强烈的民族含义 一般即指汉族文化区 所以不仅与地理概念不一定一致 而且与领土的归属 有时也有矛盾 一方面即使是边远地区 只要聚居了大批汉人 或者汉族传统文化相当发达 就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 非汉族接受了汉族文化 发展到了一定程度 不仅这些人口 会得到汉人的认同 他们聚居的地方 也可以被承认为中国的组成部分 河西走廊从公园前二世纪末 归入汉朝以后 人口的主要来源是中原的贫民 书卒和罪犯 以后又遷入了大批西北的小数民族 汉文化的水准很低 所以长期被排除在中国之外 但从西进末年开始 中原文化层次高的移民 不断迁入 在十六国时期的特殊条件下 河西走廊地区的汉文化迅速发展 到了北魏初期 掩然成为正统的儒家文化基地 人才的冤手 人们刮目相看 自然不再认为那里是非中国了 今天的福建 从中原三世纪末 就是秦朝的疆域 末有敏中棍 但看武帝征服东恩和敏月以后 将当地月人来迁 之后虽然恢复了若干怨治 但汉人迟迟没有迁入 所以直到东汉末年 这里明明是汉朝 会规郡的属地 而从今浙江坐船 由海路到达 今越南北方的大学者 许静 却说他一路过来不见汉地 福建连汉地都不被承认 当然更不是中国了 相反 从东汉后期开始 黄河流域的北部 不少地方 逐渐成为匈奴等 少数民族的聚居处 到了北朝时 这些地方人口的民族 成分 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但由于他们已经变目为龙 接受了汉族文化 就从来没有人 对那里是中国的一部分 提出异议 可以说 广义的中国 就等于中原王朝 凡是中原王朝的疆域范围 都是中国 合义的中国 则只能是经济文化 相对发达的汉族聚居处 或汉文化区 两种标准同时并存 不仅引起了地区之间的中国之争 也引发了政权之间的中国之争 在处于分裂的情况下 中国就成为王朝法统的同意词 成为分裂的双方 或各方争夺的主要目标 西晋灭亡之后 东晋和南朝政权 虽然被迫离开了传统的中心地区 但都以西晋的合法继承者自居 自认为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 而北方的政权 只是外来的索佬 即是扎着头发的下战人 豈有称为中国的资格 但北方政权 却认为自己灭了西晋 夺取了这块传统的中国地区 当了中国的主人 当然就成了中国 而东晋和南朝政权 只不过是偏远一余的倒移 即海岛上的野蛮人 早已丧失了称为中国的权利 这场双方都感到理直气壮的中国之争 到徐朝统一才得到解决 徐朝继承了北朝的法统 当然承认北朝是中国 但他又不能否定南朝的中国地位 更何况南朝也已归入了自己的版图 所以徐朝吸了双方以平等的地位 南北都被承认为中国 继承北朝传统的唐朝 也肯定这一观点 唐初修前朝历史 南方北方分别偏差 儘管由于作者个人的立场和感情 修成的史书 实际上并不完全公正 但至少在正事上的地位是相同的 都被列为正史 类似的争论也出现在北宋 千之间的南宋、金之间 兼有双方姜域的元朝 也采取了与徐朝相同的办法 承认双方都是中国 同时收料、遼史、宋史和金史 中国和中央帝国 在明朝以前 外国人如何称呼当时的中原王朝 我们还不太清楚 因为像马可波罗尤记 这样专门记载中国情况的著作 不景不多 而东方的历史文献 大刀用汉文 与中国的没有什么区别 西方和阿拉伯的又很不一致 但从明朝后期开始 来中国的西方人 一般都用中国或中华 中华帝国、中央帝国来称中国 而不是用明朝、清朝或大明、大清、鸦片战争以后 在国际交往中 中国开始被作为国家或清朝的代名词 但是人们的概念还是相当模糊的 甚至是智商矛盾的 就是著名的官员和学者也在所难免 像毅元1794至1857年 这样一位结出的学者和思想家有事如此 在他的著作中 中国一次有时是指整个清朝 但和今天的概念已经完全一样 但有时指指传统的中国范围 即内地十八省 而不包括蒙古、西藏、青海、新疆、东北或台湾在内 十七世纪以来的西方著作 也往往将清朝省的地区称为中国或中国本土 中国本土或中国本土 而称其他地区为塔旦、蒙古、西藏或新疆 即中国特决等等 我们以前往往将这类称呼看得非常严重 认为这是西方人别有用心 意在侵略 其实应该在时间和对象上加以区别 可以认为大多数西方人并无恶意 而只是概念上都不同 这种混淆连艺员 这样一位爱国的结出学者都未能避免 外国人这样用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 有些学者注意到早在康熙二十八年 即1689年中俄定立尼布楚条约时 清朝提供的满文本和拉丁文本中 已经使用了中国一词 以后在列强和清朝定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 清朝也使用了中国作为国家的明清 不过我们应该肯定 即使到了晚清 尽管中国作为国家的概念 已经相当明确了 清朝的正式明清还是清 大清或大清国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 清朝在对外交往或正式条约中 之所以愿意使用中国一词 实际上还包含着一种传统的心态 即着眼于中国两字的字面意义 中心中央天下之中的国家 同样一个名词 西方人的理解只是一个国家 即China 并无特别尊崇的意思 就像我们称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为美国 并无称赞它美丽的意思 称France为法国 自然一毫无该国崇尚法律的含义 但在清朝却理解为Central Empire 直中央帝国 当成一种尊称而乐意接受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后 中国才成为它的正式简称 成了国家的代名词 中国也有了明确的地理范围 中华民国所属的全部领土 历史上的中国 说到这里道理就很清楚了 我们今天讲历史 讲历史上中国的同一和分裂 应该有我们特定含义 而不是运用当事人那些模糊不清 前后不一致的概念 我们所属的中国 绝不应该等同于 商、州、秦、汉、晋、徐、唐、宋、元、明 这些中原旺朝 也不应该等同于 汉族聚居区或中原地区 而必须包括我们所明确或 明确规定的地理范围内 一切政权和民族 那么能不能就用今天 中国的领土为范围呢? 这自然是最简单的 但显然不妥当 因为由于一百多年来 列强的侵略和略夺 中国已有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被复取了 今天的中国领土 已经不能包括十八世纪 中叶清朝的最大僵域 甚至不能包括 中华民国立国之初的领土 无法反映当时的实际 所以我们讲历史上的中国 应该以中国历史 演变成一个统一的 也是最后的封建帝国 清朝所达到的 稳定的最大僵域维范围 具体地说 就是今天的中国领土 和加上巴尔洛十湖和帕米尔高原以东 蒙古高原和外兴安岭以南的地区 本民所谓昔日的天下就是指这一遥阔的地区 在这范围内的地区 大多在历史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 有的曾先后归属中原王朝的管核 有的曾由当地民族或非汉民族建立过政团 而这些民族已经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元 应该强调 我们选择这样一个范围 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广大 而是由于它能比较全面地反映中国僵域发展变化的结果 便于从整体上说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 并能从前后采用同一个标准 事实上 这一范围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大僵域所致 例如唐朝的西界一度到过咸海之冰 元朝的北界远达北冰洋 朝鲜的北部曾经是汉朝的郡縣 而越南曾是明朝初年的一个暴政史诗 即行省 分合大世之一 中国的传说社会可以追溯到三和五帝的时代 有关的记载虽然都是后人记录的 但从目前已有的考古发现看 在黄河流域普遍分布的仰兆文化和龙山文化 不过这些发现也同样证实了 当时还不存在能统治大半个中国的政团 一般还处在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阶段 传说中的夏朝 也就是从大禹的儿子开始 至最后一位君主这一段历史 还有待考古发现的证实 不过从双周二代的情况下 我们也可以肯定 当时的夏政权 如果的确存在的话 所能管轄的范围是相当有限的